开放原始码的方程式编辑器MassCast 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图里面 它有很多方程式的写法 你如果没有word 不想用word 你也可以用这个 开放原始码的office 叫open office 里面的writer 就是那个open office里面 其实本身就有一个方程式编辑器 而且是跟其他四套的定位是平行的 它本身就有加一个 你可以用这种软体来写方程式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学一下 如果你要念研究所的同学 请你一定要学会 不然你以后写不了论文 另外呢 你看它这里其实就有一个范例 说我怎么打 然后它会变成怎么样 而且这里都有一些符号可以让你点 另外你可以看像我的写法是怎么样 我这些式子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看它的source code 这里我写mass 然后这里面的写法叫做lates 那lates也是一种数学格式 你要写数学算式的时候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你也可以用wikidot 你用wikidot呢 就直接在里面写就好了 它会帮你自动跑出这些算式 只要你会写lates 只要你会写lates就可以了 那但是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写lates实在是有点麻烦了 那各位不用暂时还不用 但是我建议对念研究所有兴趣的同学 现在就可以就可以试用一下 好那你要用哪一种工具都可以 你最后还是要电子拉给我 ok吗 那最后真的你觉得 我什么工具我都不想用 那就是数位相机 你写在纸上照起来 然后把它放进去 那数位相机也可以 好吗 了解了 所以会叫作业了 所以我们这个 这次的作业请你一样 网址贴进来 今天先一个作业就好了 ok吗 网址贴进来 你要用手写照进去或干嘛 都可以 请你自己决定 最后网址贴进来就好 好ok